说起美国体操,这几乎是世界体坛公认的至暗黑洞。 纳萨尔事件也是公认的美国体坛第一大丑闻。 纳萨尔事件摧毁了美国体操协会的信誉。 经媒体披露,有超过265位美国体操女运动员曾遭遇过纳萨尔的侵犯, 其中,愿意实名作证的就已经高达250多位。 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人公叫奥利维亚·邓恩, 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体操运动员。 也正是在纳萨尔事件曝光期间, 奥利维亚成为了美国国家体操队的一员, 目前正在为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参加NCAA比赛。 奥利维亚在2022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维斯特伍德, 三岁开始接受体操训练, 2014年美国经典赛上首次亮相, 获得全能第28名。 2016年, 14岁的奥利维亚参加了全美锦标赛, 在全能比赛中晋升至第12名, 在平衡目上排名第8, 在自由体操上排名第6。 2017年全美锦标赛上, 奥利维亚晋升至全能第9名。 正在他向奖派发起冲刺时, 美国体操界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 2020年, 奥利维亚亮相NCAA, 并且上传了大量的比赛训练视频, 加上奥人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 仅仅一年时间, 成为了美国高校的体操网红。 2021年, 奥利维亚与WME Sports前夜, 成为他们的第一位NIL运动员。 此时, 奥利维亚在各大平台上, 粉丝量都超过了700万。 话题指数丝毫不亚于体操天后拜尔斯。 尝到了明星的滋味之后, 奥利维亚也逐渐荒飞自我, 经常在社交网络上泡出一些性感的自拍。 众所周知, 体操服本身就尺度比较大, 而奥利维亚更是发挥了专业的特长, 动则一身泳装, 吸引了无数痴迷的粉丝。 20岁女大生奥利维亚拥有完美身材及甜美脸蛋, 甚至在社交网络上多次被评为 美国第一美少女。 2022年, 奥利维亚再次转型, 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口型同步视频, 再次吸引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这让她的代言价值与日俱增, 年收入超过300万美元。 NCAA对其成员的赞助活动有严格的限制政策, 奥利维亚不允许在互联网中赚钱, 只能在NCAA允许的范围内接代言。 即使如此, 奥利维亚也成为了全美收入最高的三大NCAA明星之一。 NCAA聚集了1000多所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等院校, 橄榄球、篮球、棒球、冰球等球类联赛, 以及田径、体操、摔跤等其他项目比赛的热度, 丝毫不输市井赛。 尤其是NCAA的篮球、橄榄球比赛, 关注度、商业价值远远超过CBA、NBL等联赛。 在奥利维亚的带赌之下, NCAA的体操比赛作物虚席, 大家都是慕名而来, 一赌奥利维亚的风采。 在犹他州的一场活动中, 一群粗鲁的粉丝试图围堵奥利维亚·邓恩。 这些男生举着牌子, 疯狂地向奥利维亚示爱, 甚至中途有人动手动脚。 成群结队的球迷聚集在场外, 就连NCAA的官员们也被堵在球馆中无法撤离。 有了这次被围堵的经历, 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体操队临时增加了安保队伍, 为本赛季剩余比赛增加了一层额外的安全保障。 当被媒体追问自己在网络上的形象时, 奥利维亚解释说, 每个人都有权在互联网上随心所欲地展示自己。 奥利维亚也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为自己辩护, 他坚称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清楚自己靠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力赚到的财富, 远远超过了专注于体育运动得到的。 在犹太州事件之后, 奥利维亚本人也不得不发声。 他在社交网络上发文, 我将永远感谢和热爱你们的支持, 但如果你们来参加聚会, 我想请你们尊重我和我的队友, 因为我们只是在做我们的工作。 对于现在的奥利维亚来说, 体操运动员这个称呼更像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用此来博得更多的关注。 比起单纯的网红, 这样的身份更有含金量。 可能的话, 奥利维亚会坚持留在校队中的。 至于成绩, 拿奖牌什么的, 早已经不是他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让我来看看。